- 嘿大家好,我是SKY 這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先說 那就是上支影片因為版權問題被下架了 連帶贈書活動也被迫終止 這也向留人參加抽獎的觀眾說聲抱歉 同時後續也有一連串的版權警告拔掉為影片的盈利 可預期之後頻道會有大幅的更動 至於要怎麼做 就等我想清楚之後再特別用一支影片來和大家交代清楚吧 好的回到正題這次是關於選秀抽籤結果的速談 不過以下不會不會不會討論交易的可能性 只會單純以如果真的得要選 每支球隊可以考慮誰來說 畢竟小年最容易產生的就是大量的交易 如果納入交易的可能性那影片根本說不完 所以這支片呢 就是娛樂娛樂給樂透球迷漫的一些個人意見做參考 那麼以下就進入整題吧 哎呀雖然早有心理準備 但看到主流想法仍然認為 會讓鷹章撞一圈拿下James Wiseman 還是讓我非常的驚訝 雙塔在現代已經是非常難用的組合 尤其Carlathony Taos和Wiseman這種組合更是高機率會掛點 是我知道Taos是今年最好的高砲塔之一 而確實進攻上兩人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在防守端上 現在籃球由於三分球比重增加 讓空間拉大節奏拉快 也因此可以發現傳統4號已經漸漸凋零 傳統4號被撥變成小球5號 4號位置則由高大的3號取代 也就是所謂的高側翼 而這些高側翼往往都以守三分能力 因此能夠站在底角拉開進去空間給主角單打 好人回到雙塔 很多人認為Taos和Wiseman速度很快 而確實以傳統5號來說 他們速度是快的 問題是和傳統4號比的話 他們並沒有比較快 那就更遑論跟那些3號打4號的球員來比了 如果灰狼真的擺上雙塔 Wiseman站進去Taos手底角 後衛一個切入後 強迫Taos進來協防 倒出去到底角 假設那邊隨便站個 Ariza 提著Warren Duncan Robinson 請問 會不會被射爆 一定射爆 只能射爆 好不好 就算Taos又硬衝去鋪防 上述這幾人 也絕對可以下球過掉他 這樣又會逼得Wiseman 得再離開中鋒去協防 連帶另一側底角 就又要過來協防Wiseman的人 這樣再騎而傳到另一側底角的射手 請問 會不會被射爆 哎呀一定射爆 只能射爆 好不好 好啦 所以很多人說雙塔進去 文文2分拿 怎麼會輸 啊可是你一場放對手20顆空檔3分的話 我還真懷疑你拿2分的速度 能不能追上人家拿3分的速度喔 看看今快季后賽怎麼被爵士射爆 你還覺得放NBA射手空檔 他們沒辦法讓你付出代價嗎 除非對手整隊都是Danny Green啊 呵 也因此對我來說 灰狼的最佳選擇 只有Anthony Edwards 他的體格 體能 Skillset都沒有問題 他唯一有問題的 是出手選擇和攻守判斷 但在Diangelo Russell 和Taos身邊 他可以擔任射手 透過任務的簡化 來彌補他球傷的問題 並透過循序漸進的養成 去適應體系 提升球傷 三年內如果可以把球傷修正過來 那灰狼將擁有一組 實實在在的三巨頭 至於很多人在說 他們也見我們Lick Beasley Jarrett Koffer 我只想問 今天你有機會拿到LeBron James 你會因為你有Aaron Gordon 就不要LeBron嗎 痾 雖然這比喻誇大很多 但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雖然我是很難過我的Koffer啦 嘶 啊 嘶 至於Killian Hicks和Lamello Ball 雖然也是可考慮的選項 但屬於雙能位的他們 屬性的低樓是在過度重疊 說真的AdWords 得分專武和高防守潛力的特性 可以說是我心中最適合灰狼的選擇無誤 第二順位的勇士則相對複雜許多 先不論灰狼選走了誰 假設Wizeman AdWords Ball三人 全都放在勇士面前的話 說真的勇士選誰 欸 其實都算可以理解 Wizeman從體系來看 可以思考的方向有兩種 一種是Javon McGee 可放Looning的定位 也就是擋人Rawing 空階和護匡的純藍錠打法 這種打法其實非常適合Wizeman 畢竟他的條件 就是頂尖的擋拆終結者 但將來也就浪費他的協調性 所帶來的潛在的低位能力 以及他一種漂亮的跳投姿勢 很可能長期下來 會讓當年把Harrison Barnes 用成3D一樣 把Wizeman用成大號版的Looning 第二種則是將他轉為David West 或Demarcus Corsens那樣的定位 擋拆後怕不到高位側硬 也可以在低位發動進攻 問題是將一來 Wizeman糟糕的戰術理解和側硬能力 就會被明顯地放大 也無法成為勇士在浪花回歸後的極戰力 當然也或許會有人說 那就先用第一種打法 等Wizeman測應練好後 再轉第二種打法就好啦 而確實這是一個理想的做法 就像Barnes當年離開勇士後 也證明自己確實可以擔剛更多 Wizeman或許也能尋求同樣的路線起來 但要注意的是 測應比起單打來說是更吃天賦的 就像Looning當年選秀 在受傷前也是高天賦球員 甚至高中一度被視為是小KD 可是入行後 他的運球和傳球都沒有進步 最終才成為現在來臨苦攻型的模樣 所以Wizeman的運球跟傳球 到底有多少可開發性 這就是一個問號了 要知道Anthony Davis的運球 是早從他高中抽高之前 就僅有打後衛練出來的 但身體天賦一路順遂的Wizeman 並沒有這樣的精力 也代表著他的控球能力 相對更難開發 倘若最終Wizeman並沒有長出這些能力 那單單只是選入一個體系中 並不是最吃重角色的球員 說真的啦 勇士其實算是浪費掉這次難得的榜眼籤的 更甚至 就算Wizeman成功練出相應的技術 他能否作為接班浪花的球員 我仍然保持懷疑 因為現代籃球的趨勢 就是長人艦隊的難度越來越高 舉番過往AD自己帶隊 到這兩年的Tiles自己帶隊 甚至近兩年9萬倍的76人 最後再被慘電 都證明了一名頂尖長人 為戰術核心不是不行 但他身邊要有非常高標準的配置 要有足夠的射手 要有不止一名高水準的持球者 教練的腦袋要靈活 而且長人本身也要有優秀的團隊 意識上測移能力 請問這些條件全部集起來的難度高不高? 超級高啊好不好 所以認為威斯曼練得出來 就等於威斯曼可以帶領勇士未來10年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高風險的想法 也因此對我來說 Edward跟Bull 才是我最希望勇士選擇的球員 這兩人雖然一個是純德分手 一個是雙能位 但他們的共同點是 攻守判斷不佳 戰術理解 需要重塑 而勇士也正好有著聯盟中 最好的進攻體系之一 Jordan Poole 將在大學瘋狂射手到了勇士後 所謂的紀律性 也是有明顯的成長 倘若Edward跟Bull 可以花兩三年重塑球傷 正在浪花逐漸老化時慢慢的接班 尤其是LameloBull 他可以說擁有本界 數一數二的天賦 如果真能透過勇士體系 將他的壞習慣改掉 他或許會是10年後 本界的最佳球員也不一定 只是換個角度來看 這樣選的風險就是 球傷和側硬一樣 也是吃天賦的 如果選進Edward或Bull 結果證明他無法適應 就像當年的Nick Young 無法融入勇士體系一樣 那勇士的榜眼前 就等於是直接丟進垃圾桶裡了 總結來說三個球員選起來都不算錯 Weissman是一張安全牌 頗高機率無法成為劍隊的優良核心 但他會是勇士未來10年可用的內線人選 算是給勇士一個好的地板可以墊著 選Edward或Bull 則是有機會能接浪花的班 讓球隊未來10年 仍有能夠圍繞打造的核心 但如果一個看走眼 哎呀 榜眼前最後只是換空氣了 也當然還有向下交易這個選項 不過浪花都已經年紀不小了 我認為他們是需要天賦的 所以我個人還是希望他們自用就是 第三順位是神仇的黃蜂 這裡要先說的是 黃蜂今年賽季的養成 非常優秀 定位明確 善用球員特長 能幫忙掩蓋球員缺陷 PG Washington Martin兄弟黨 Jaleon McDaniels 都是James Berrigo手下快速成長中的作物 所以其實現在讓黃蜂選到的球員 應該算是挺幸福的啦好不好 而在這個順位 有三種思路 第一個也是我最不同意的 就從球隊需求下去看 黃蜂最缺乏的就是側翼 以及能幫忙Devon de Green控球的人手 所以可以考慮具備全能身手的歐路 側翼Danny Alvia 但一來 Alvia的確定性太高 玩球度太低 二來我們一向知道 選球中選位置不選人 是很容易出事的 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2013年騎士 應選Anthony Bennett 所以第二個思路 就是選擇James Wiseman 黃蜂本季最大的問題 就是擋拆後 常人破壞力不足 以及進區護匡太過貧弱這兩點 因而選擇Wiseman 可以立刻改善球隊的體質 強大的爆發力 讓他擋拆後能快靠對Zeller 好幾秒Rowing進境區 指控拳上也能接到Zeller接不到的空拋傳球 這讓對手內線擋拆後 得到第一拍就去跟防Wiseman 無法給Gran或Rosier施加壓力 這會讓他們能獲得更舒服的3分Pullup機會 也因此雖然同樣 在中鋒示威下Wiseman 很難讓黃蜂造就什麼輝煌 但黃蜂也確實不需要他去接誰的班 他可以像太陽的Eyton那樣 作為球隊二當家來成長就好 至於防守上也許會有人質疑 Washington和Wiseman 就不算雙塔 好啦 確實Washington橫移偏慢 是屬於傳統4號 這會讓黃蜂整體防守速度產生劣勢 但黃蜂已經培養出一票機動性極高的高側翼 能透過大量換防Cover內線的橫移 就在Pedret Washington的新秀觀察中 都有影片解釋過了 有興趣的呢 可以點擊右上角資訊卡去看一下 反光輝浪的陣中 根本沒有能高機動性換防的高側翼 Okogi和Cover身材仍舊屬於後衛 加上Teus終究是5號的速度 Washington至少還是4號 一來一往的落差 也是我比較能接受黃蜂選擇Wizeman的原因 只是呢這樣一來 黃蜂這支球隊的天花板 終將落在後場雙槍上 而Grant和Rozier 到底能不能帶領球隊 邁向美好呢 呃...他們這樣的陣容組成 其實會讓我想到前幾年的暴龍 至於黃蜂未來能不能像暴龍 找到Kawai Laner那樣 找到自己的突破口 真的就得要看黃蜂制服組的操盤能力了 最後第三個思路 就像勇士一樣 為了替球隊的天花板做鋪陳選入Bow 只是黃蜂很依賴赤球者發動的打法 說真的我覺得不適合壞習慣超多的Bow 所以另一個能考慮的人選 我認為是Killen Hays 選入他從板凳第六人開始練起 並且狀風從自由市場去短期補強 或許也是一個可考慮的方向 只是先天條件相對頻繁的Hays 能帶來的終極影響力 大概也很難比得上Edward或Bow就是 所以整體看下來啦 我自己是最希望黃蜂能拿下Wizeman 改善球隊體質後 再慢慢圍繞雙槍艦隊 如果Wizeman能如我所述的 立即發揮影響力 黃蜂下一季 說不定就有望挑戰季后賽了 再來第四順位 欸不是啊 公牛你到底在這裡幹嘛啊公牛 公牛這一季 完全有一個五門棋的陣容 Satyransky 防守兼節奏掌控 Lavin主持球和得分 Arnold Porter 鞋防和接應 Markanen是第二單打點 最後WCJ是側印裝輸 接應點和護框 欸 結果偽災Gin Boylan But Lavin跟Markanen Lock當定點射手 WCJ蹲進去當苦弓 Porter又整氣傷傷停停 結果就變成 整隊看CDS樣單打 What the 咳咳咳咳咳咳 蛤 你問我Satyransky幹嘛去咯 啊不是整隊沒防守沒節奏 他在場上也跟不在一樣啊 嘿 是的 感謝Boylan 向我們示範沒有善用球員特性 下場有多恐怖 好 回到選秀 在新次紅利將近下 WCJ很可能被交易 菜鳥中鋒Gafford 難以擔剛大任 替捕中鋒Lukornet 本季則精彩地證明了 自己應該被聯盟淘汰 也因此 公牛今年選秀從位置來看 最缺的武衣之內線 但老實講 我是不太相信能選到Wizeman啦 而剩下的人選來看 Obi Topping 功能性完全要Markan的重疊 Oniaka Okangu 中小球中鋒的位置上 也已經有更具經驗的CDS樣 所以我真的呢 還是比較希望公牛 去招一些極戰力 畢竟第四順位 還是能選到一些不錯的菜色 招來一個板凳的極戰力 應該也比自選一些 還要養的球員來得好 因為公牛的新次紅利要結束了 他們真的必須在兩年內 重返季後賽 否則你可能很快 就會看到Lovine時代的公牛 和Bottler時代的公牛一樣 迅速的煙消雲散 最後如果真的找不到交易包裹 那一如粉專發文時 底下有人提到的 選入Killian Haste或Avia 作為板凳的控球點 竟然延續Satyranski不在時 保持場上隨時有兩名持球者 也能讓Kobe White 這樣純德分手打得更舒服 長遠來說呢 我認為是不交易的前提下 公牛的確是這樣做最好 然後呢 是右抽到第五順位的騎士 欸我怎麼會說右呢 Well 反正騎士沒啥選擇的餘地 今年呢 欸 又是要看染臉色啦 Ball和Haste 如果則已有掉下來就快選吧 長遠來看 他們一定都比Colin Saxton 更難扛先發 只是Ball給JB Bickerstaff來養 嗯啊 我是覺得這樣騎士 大概可以直接等四年後再重建第二次啦 也因此綜合天賦和養成的難易度來看 最推薦的 還是Kilin Haste 算體能條件不是最好的 但至少控場靈性 和技能包擺的那 而且 我始終認為 唯有撤換掉Saxton的先發位置 才是拯救騎士進攻的起點 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堅持在選一名後衛進來的原因 啊 如果騎士 真的天才到 想要再相信Saxton的話 那就選個Avia或Asic Okoro吧 只是Saxton繼續擔任主持球者的話 我是不信騎士可以養好這兩人啦 這一季的KPJ是因為 持球技能包含開持球能力本來就有 所以才能在Saxton跟Garland 搶求夾殺之下還能生存 Avia和Okoro則是外界建議還不行 持球又要練 所以我認為騎士陣容不動的話 對他們來說 養成環境呢 是很嚴峻的 老鷹就真的沒啥好說 交易換極戰力才是最佳途徑 大家要明白的一點是 幾乎沒有新秀 是不需要養的 Local Dungitch那種天才是十年一遇 甚至就算Trey Young 這種吸引速度超快的球員 第一年是雷了半季 第二年上半季也有撞牆 所以在Trey Young上一季 已經快被Reddish跟Hunter氣死之下 你今年選一些有了沒的新人 回來繼續雷他 是不是想BTrey達成史上最年輕 TreyMe的成就啊好 而如果真的無法用第六順位找到合適的包裹 那能立刻侵入體系的人選 大概就是Devon Fazil了 所以插機用的3D功能 可以取代到Benbury 大範圍斜防也能延續老鷹雙風下場後的防守功能 再來另一個人選是Tyriss Haliburton 這名起行種的高控球 很明顯運全得分技術不到點 但靠著極高的球傷 戰術理解 傳球能力 和防守打天下 補技還剛好可以幫忙 極度缺乏組織的第二陣容 侍奉Jeff Teague合約到齊 把他當弱化版的狼索布萊用的話 Key和Kevin Hutter 在本凳形成可期待的後場連線 只是說到底 這兩人再怎麼隨差即用 也一定需要時間 這將去年號稱最極戰力的Hunter 直到停賽前 也還是沒能完全適應NBA節奏 所以老鷹如果有合適的包裹 能換到極戰力 真的 就別留戀了這沒錢了 明年該好好練兵 確認誰才是未來核心 並嘗試往季後賽去靠攏了 活塞掉到第七 真的是蠻隨小的 不過基本上除了內線人手還夠以外 一到三號都能選擇他們 算是彈性很大 如果奇蹟般的Killian Hayes 或Bow 澤伊掉下來 那就是他們運氣好 沒有的話呢 後場上也可以選擇 Cole Anthony 和Kira Lewis 前者給我很多Campard Walker的感覺 後者則是拱手巨佳的音速小子後衛 兩人澤伊跟著Rose 學習成長起來 都有機會扛起汽車城控球的新招牌 側翼上呢 則可以選擇Avia Okoro 甚至Sedic Bay 前兩者 是具備控球潛力的全能前鋒 可以作為球隊二當家來養 貝則是團隊意識極佳 有類似活塞救將Tobas Harris的風格 雖然整體來說 上述幾人目前看不到基石等級的球員 我有Anthony好好練的話 有機會從類似Kemba那樣的一哥 但至少沒養歪的話 大致上都會是二當家水準的紮實好手 加上沒意外活塞 欸應該也不太可能在下一季就起飛啦 穩穩的練兵一年 等待2021這個超級大年 我想 一無不妥 掉到第八二尼克 我真的是一點都不想預測他們選誰 反正選誰誰倒楣 有些國外球団推薦他們選Lois 但是看看他們板凳上還有Denis Smith Jr 他們還是寧願要Alfred Payton就知道 尼克根本沒有長城規劃可言 對他們來說 所有球員都可以是短視 盡力下的犧牲品 所以呢 欸選誰都一樣 與其討論選誰 不如先討論一下尼克 到底要不要放Nox跟DSJ走吧 嗯 有人還記得我也在嗎 第九的巫師 雖然這季八村壘 Troy Brown Thomas Bryan 等年輕球員都打出合格的身手 但如果放大檢視的話 除了Bill以外的年輕球員 多數天花板都只會落在合格先發 遊戲普遍都有體能上的劣勢 因而巫師的選秀彈性 其實呢 是比想像中更大的 首先以1號來看 老實講我並沒有那麼看好John Wall 還能滿血回歸 所以Cole Anthony 和Kira Lewis 也都是可考慮的選項 這兩人都可以從板凳出發開始練 兩年內觀察可否接上先發和Bill搭配 不過就我自己來看 Anthony那種偏外圍打法的風格 其實和Bill有些太重疊 偏向速度欺辱型的Lois 應該會更適合 而至於他是Maxi 這種一臉Coleby 一臉Saxton的就 呃 先不要好不好 先上來看的話 Devon Faisal 在第九會是一個不錯的投資 他比起Troy Brown 和Asic Banga 攻守體格都更加均衡 唯一的問題是 天花板比起上面兩名控球來說是偏低啦 而如果怕巴斯和Briant 組成的禁區不夠強悍 也可以選擇Oniyaka Okungu 他非常非常適合巫師的快打旋風 類似John Collins那樣的攻守靈活性 能立刻改成巫師體質 也有不小的機會 能擠下Briant成為先發 而如果Okungu這個順位已經不在 也能考慮Patrick Burlens 和Precious Achua 這兩名體能天賦極度出眾 還具備三分運球等技能包 天花板很可能是本界前幾的高側翼 只是一來這兩人都需要三年以上去養 很難對上Bill的時間線 而來就是恐怕得犧牲掉 巴特的時間和球犬了 呃 所以整體看下來巫師的選秀人是偏尷尬 更尷尬的是 第九順位大概也賣不到什麼好包裹 到時候很可能得被波自己選人下來 而撇除掉Okungu 這種蠻可能選不到的理想人選 到時候是選Faceo這張安全牌 還是其餘幾人那類考量天花板優先的潛地鼓 或許多少 也能看出巫師未來的球隊走向 將是如何 第十的太陽在泡泡中打出精彩的八連勝 也證明了以Devon Booker為王牌 足為一票側翼海射手 這是可行的艦隊方向 也因此今年如果延續總管James Jones 一貫的極戰力優先思路 那麼Devon Vassil Aaron Smith Sedic Bay等人都可以參考 這三人的共通點就是體能中上 但團隊意識出眾 而且有一種漂亮的外線 以及有機會開發的持球 尤其Kelly Uber後年有可能留不下 而被交易 選進任意人來補充他們的側翼海 都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個思路 則是補充他們較薄弱的進去戰力 畢竟Aaron Benz已經老化 Kaminski上不了大檯面 光靠Daryl Sturridge 其實進去戰力很不穩定 而以極戰力思路的話 這裡可以考慮的人選有二 一個是OB Topping 一個是提早選決的Lan Smith 但Topping是我比較不看好的選項 雖然整體來說 他的條件是更高一階的Pedro Washington 可是一來不能保證他的三分 能像Washington那樣無縫接軌 二來是抵揚者Aton 沒辦法像黃蜂內線那樣 用精準的帳位 來掩蓋Topping 橫移偏慢的缺陷 而Smith自然會是跳選 但去年太陽也同樣跳選了Kam Johnson 且比起6尺9吋的Topping 6尺10吋近72吋必掌的Smith 更能深陣中鋒的位置 雖然橫移同樣偏慢 但至少防守的帳位 跟時機拿捏原神Topping 同時Smith也具備3分射程 功能性比起Topping更加明確 練得好 他會是類似Miles Turner那樣的球員 搭配Booker和側翼海 其實會很適合太陽的陣型 馬刺有兩個思路 一個是極戰力側翼 來填補3號戰力 那麼就和太陽的三個人選一樣 Vizio,Nesmith,Static Bay都是好選擇 隨差即用的3D功能 可以立刻填補上板凳戰力 取代開始老化的Rudy Gay 甚至如果閒著三人天花板太普通 也可以向下交易 手輪中後段有好幾個條件更好 但完成度偏低的高側翼 馬刺可以直接撈一打回來養了好不好 而如果想拼天賦 馬刺還有另一個思路 那就是Patrick Wallens 和Precious Atrua 只是兩人位置、屬性 甚至未來性 都和Lukas和Monich相撞 選擇來的話難免會有一場競爭 但如果紛紛練出身手 那未來則一作為交易籌碼 一無不可 甚至Atrua和Samanich 也有機會打到小球中鋒 就像Murray White Keldon Johnson等人 能組出一組漂亮的現代陣容 只是Popovich願不願意這樣做呢 欸就不得知了 國王的話嘛 考量到Warton的智障體系 他們真的還是別選後衛的好 畢竟新年的後衛都是要養的 也因此可以看到國外球探 多數都是推薦他們選側翼 思路呢就類似 集中拿下Kent Basmonean 嘿呀 帶點持球的3D什麼的 最適合智障 咳咳咳 Warton的體系了 也因此呢 又升了三人 Vazil Nesmith Sadik Bay 或者與Warton擅長用Rachan Holmes 這類爛贓內心的思路來想 體能勁爆的Patrick Wallens 和Achuwa呢 欸也是人選 嘿對 說到底 樂透尾端呢 就是這幾隻打群架了 一批是極戰力類型 一批是潛力類型 頂多加上RG Hampton Teris Maxi 這兩隻後衛 就看每隻球隊各取所需啦 最後醍醐跟Zaer提克 我覺得情況蠻相近的 他們陣容都足夠完整 真的是補誰 誰都沒那麼對的一個狀態 如果他們真的都找不到 合適的交易對象 那麼首先Maxi 這樣的得分型雙能位 對兩隊來說都是適合的 Hampton這種體能優秀 能先作為3D來用的類型 放在2號位的話 其實也是個選項 再來就是側翼 提霧堪用的側翼 其實只有Ingram一人 常常都是後衛硬打3號 所以上面反覆提到的 那幾位3D有掉下來的話呢 都是好人選 Sadik的話 N級選側翼 欸 合理 最後內線來看 提霧堆內線的需求並不高 反倒是塞爾提克 Stevens的體系 一向需要名有外線的常人 這是極戰力的Jalen Smith 如果還在的話 就是一個人選 當然 Patrick Vollens和Archewa 如果還在也是有機會 只是他們需要的對線時間 也就相對較長 甚至啦 到了樂透後段順位 爆冷出幾位落點範圍較廣的球員 也是可能的 後衛方面 有3D控場接具前列的Tale Maldon 也有極具前列的歐陸全能後衛 以及三分火力 幾位出色的射手控球Terra Terry 側翼方面 只有開技時 還在前十的潛力高側翼 Jaden McDaniels 體能超勁爆的防守型高側翼 Taylor Bay 完成度高的標準3D前鋒 Robert Woodard 內線方面 也有不確定性極高的歐陸前鋒 嗯 哈 這個我放棄好不好 個人很喜歡的技巧派 傳統內線Vernand Carey 潛力頗高 但技術完成度非常低的 Daniel O'Toole等等 總之呢 在每個球員落差 不會太大的超級小年中 任何人從二輪跳到首輪中 都不用太意外 尤其如果還能舉辦視訓的話 絕對還會有一波大變動 會有被認為潛力高的球員 或者是被認為技術夠成熟的球員 在選秀前的臨門角衝上來 那麼如果還有大家認為遺漏 或是可考慮的人選 沒有提到的 就歡迎有研究自家球隊選秀的球迷們 留言分享啦 好的 那麼這次的選秀抽籤速談 在這裡結束 接下來頻道會進入一段變動的陣痛期 我也還不知道之後的規劃 到底會是啥 那就 走一步 算一步吧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 再見啦